老妈被骗一百万 我反手让骗子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天我正在跟水友们直播打游戏 忽然老妈的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喂 怎么了老妈 只听到老妈带着一丝哭腔 而且非常急促地问道 阿行 你搜索用签吗 我不禁眉头一皱 长这么大 我还从来没见老妈这么焦急过 心想 家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老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作为家里的独子 家里有事呢 肯定得第一个上 而电话那头的老妈一边哭着一边说 你把他 你把他被帮架了 什么 绑架 听到这话 我瞬间不淡定了 但是这时候我更不能冲动 毕竟我现在是老妈的主心族 我深吸了一口气 老妈 你先别哭 也别着急 你跟我仔细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爸他怎么会被绑架呢 昨晚上你把去了一趟蹭梨 搭船去卖店东西 喝到了晚上酒仔爷妹会消息 他电话也是一致管机 直到今天下午 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他说你的父亲现在在他手上 要求我在三小室内给他搭一百万 还说要是再纳不出整个欠 他就失票 说到这里 老妈的眼泪也是止不住的流 在家都是弄命 纳赖的这么多欠啊 便说是一百万 这碗我也纳不出来啊 我也是没办法了 才给你搭整个电话 听完老妈的诉说 我也是愣了一下 这一百万我倒是有 可是这种不知名的绑架 直接给匪徒钱呢 肯定是不理智的 如果绑架犯这么轻易收了钱 还是很有可能当场撕票的 而且我也仔细想了想 我并没有得罪社会上的什么人 老妈 你是怎么知道 他们绑架了我爸的 你有没有在电话里听见我爸的声音 母亲有了一会 他们就是在电话里这么和我所谓 而且我比你把打电话业一致打不同 仔细想想 这件事多少有些奇怪 这毕竟是匪徒的一些片面之词 这样老妈你先别急 你等我回去 在我回去之前 你千万别给他们转钱 挂断电话以后 我拨通了夫妻的电话 毫无疑问 电话已经是关机的状态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的直播还是开着的 兄弟们家里出了点事 今天就不给你们直播游戏了 看星哥的表情 似乎又卷入了什么案件 我感觉好像又有人要进小黑屋了 好期待 好期待 我随便跟水友们聊了两句 便把直播摄像头放在了身上 因为是隐藏式的 所以还是很好戴在身上的 我开着系统 刚正送给我的法拉利 急忙回到了我的老家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无非就分两种 如果是真绑架 那就肯定最坏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本身这个绑架案 就是一个骗局的话 对方只是想利用时间差 抓住我们的急切心理 尽情敲诈勒索 而对于这两种情况 我倒是偏向于第二种 毕竟现在法治社会 绑架事件已经很少了 所以我先是回到了老家城里 去一些我父亲经常去的地方 我下车转了一圈之后 果然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只见一位中年人 正坐在不远处的旗摊上 爸爸 绑匪绑了我老爹 还向我老妈索要一百万 续接上级 我发现了我的爸爸老爸 听见我的声音 我的父亲便把目光移开了棋盘 嘿 阿星 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见到老爸之后 我的心里也暂时松了一口气 一阵子不见 你小子倒是跌势了不少 细看看还变帅了 我和父亲随便续了续旧 很快我便转入正宿 我将老妈被骗的 经过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父亲 啥玩意儿 我被人绑架了 得知事情的父亲瞬间一脸猛逼 至于父亲为什么在这 那是因为平时太无聊了 就要下棋这口 而且原本父亲来城里 是打算买点生活必需品回去的 可没想到中途遇见了几位旗友 这才忍不住露了两手 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下就是一天一夜 这样吧咱赶紧先回去一趟 改天再来和几位叔叔切磋 就这样我开着我的法拉利带着父亲回家了 阿行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刚进家门 只见满脸沧桑的母亲迎了上来 阿行 刚刚那个帮家法又来电话了 所以肖四美不把一百万赞给他 他就里妈死票 文言 我直播间的观众也叽叽喳喳的讨论了起来 撕票 这不是绑架案吗 真行啊 敢绑架新哥的父亲 新哥他爸不是回来了吗 所以绑架犯绑的谁啊 水友们聊得热火朝天 也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老婆子 谁要撕票我啊 孩子他吧 你 老妈见到父亲出现在他面前 显然有些不可思议 阿行 你怎么把你把就回来的 就回来 我压根就没被绑架好了 这打电话的摆明了 是个骗子吗 我这么大岁数了 心眼咋不见长呢 随着气氛逐渐的缓和 老爸也开始打情骂俏了 当松了几口气 忽然老妈的脸色瞬间变了 坏了 我 我刚才给他打了一部分钱过去了 听见这话 我爹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你给他打了多少 老妈犹豫了一下 不完 我和父亲瞬间沉默了 几秒钟之后 父亲浑身难受 就好像蚂蚁在身上爬 我说你们这些女人啊 真是头发长 见识短 老子什么人啊 我分分钟一个打十个 谁能绑得了我啊 要知道 五万块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数字了 而且这是爹妈日日夜夜 起早摊黑干了 不知道多少农活 才攒下来的 老妈再也忍不住了 挖的一声 眼泪就流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 我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深感同情 农民的钱也敢骗 这不是个东西 这个事比较难 报警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而且电话号都是虚拟的 IP地址也随时可以更改 也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老妈顺势摸了摸口袋 一看来电显示 则 则是骗子里点滑 也就在同一瞬间 一个熟悉的声音贯彻在我的脑海 叮咚 检测宿主家人利益受到侵犯 选项以为您自动生成 选项一 当作没看见 反正现在家人没有事 而且自己也不缺这五万 奖励 写有存款一个亿的依附意见 选项二 犯我者绝不轻饶 用自己的手段让绑架犯崩溃 奖励 整股专家称号一个 选项三 直接找叔叔 让叔叔同志协助调查 一同抓获绑架犯 奖励 一百万现金 我稍微愣了一下 选项一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也不可能 而选项二是和黑子硬碰到底 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项 选项三看四极其稳妥 且安全性极高 我犹豫了一下 这次我选二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小黑子勒索老妈一百万 我让她直接撕票 续接上级 此时此刻 老妈的手机依旧在响 此刻咋办呢 莫姐还是不接啊 老爸也没好气的说道 还能怎么办 钱都让他骗走了 现在跟他说 再多也是废话 最多你就是骂两句出出气 钱肯定是要不回来的 别接了 不行挂了吧 小黑子坑骗 我家人这么久 我可不会轻易换过他 老妈 你把电话给我吧 老妈虽不清楚 我要干什么 但还是毫不犹豫的给了我 接通电话以后 我直接打开了免提 喂 请问是哪位 黑子见我声音不对 瞬间也变得谨慎了几分 你是谁 刚才那个女人呢 你让那个女人接电话 我是阿星 刚刚的女人是我的母亲 听见证 小黑子也是黑黑一笑 我想你的老妈 应该跟你说清这件事了吧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懒得跟你废话了 你爹现在就在我手上 你要是不想你父亲出事 就老老实实的给我打一百万 少一分都不好使 我看了一眼 一旁的老爹 仿佛是想说 关于我被别人绑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 我微微一笑 一百万啊 我妈刚不是给你 会过去五万吗 你是不是该把这五万也算上了 小塞子 你在这跟我讨价还价呢 你还想不想 让你老爹平安活着了 紧接着小黑子 冷冷地说道 刚才那五万 只能算是利息 毕竟你们让我 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五万就当请我们喝茶的 其他的一百万 还是一分不能少 突然 小黑子好像顿悟了 你别跟我废话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跟我拖延时间 好让叔叔 查到我位置是吧 告诉你 我身边就我一个 在这世上无牵无挂 如果我发现一点端倪 或者看见叔叔 我直接带着 你爹一块领盒饭 小黑子说的 跟真是似的 要不是 我爸就在我旁边 我还真得信了 这黑鼠气势 真可以啊 我都感觉到压迫感了 说实话 这烟集还是党党的 不去后来五党烟院 真是可喜了 这年头连诈骗都卷起来了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都是听得一清二楚 既然小黑子这么聪明 那我就将计就计 行吧 那我怎么把钱 转给你呢 你直接转我账户 信息你母亲 那都有 只要钱一到 我立马 放了你爸 要是给了你钱 你撕票了 怎么办 小塞子 虽然我是个黑子 但是 我也是有职业道德的 只要钱到位了 你爸肯定平安无事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太妥当 要不这样 我把钱 带到你指定的地方 然后你也把我爸 带到指定的地方 咱们一手 交钱一手 教人好吧 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你小子 想骗我 出去是吧 小黑子感觉 有些不对劲 我跟你讲 你最好别跟我耍瓜样 我骗你出去 我还害怕你 拿完钱撕票呢 你也别拿职业道德 跟我说是 你都当小黑子了 哪来的职业道德 说到这样 我也不耐烦了 我就这么个办法 到时候 我拿钱到你指定的地方 你爱要不要 你要是不行 那你就撕票吧 反正老头子 也没几年命活了 你们撕完了 记得埋了 说完我便挂了电话 为了让黑子 按我说的做 肯定是 不能给他说话的机会 见我这一操作 水友们也开始疯狂问我 星哥 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这还怎么真实 他 兄弟们 你们不用担心 鱼儿已经抛了 一会他肯定来找我 话还没说完 黑子果然 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兄弟 我答应你的要求 你把钱 带到指定地点 我也带上 你父亲过去 咱们一手 交钱一手交人 对于小黑子来说 他只想 立刻把钱搞到手 既然小黑子 进了我的套 那我只好继续了 不好意思 我改主意了 你个小塞子 耍我事吧 我都答应你条件了 你还想怎样 你要是跟我耍瓜招 这辈子你都别想看见 你父亲了 我故意光作无奈 兄弟 你是不知道啊 我家老头子 没事就去毒 都欠了一屁股债了 天天就知道 找我要钱 我也是团透了 要不你还是把它做掉吧 听完 黑子也是一愣 兄弟 这可是你亲爹啊 再怎么说 也是血浓于水啊 如果他下去了 你身为儿子 难道你不会愧疚吗 看见这一幕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跟打了鸡血似的 这骗子 还有同情心呢 嘿 什么同情心 我看他是快计了 我的父亲 在一旁 也是小声说道 你小子也是真敢说啊 我故作深沉的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那是我亲爹 如果就这么凉了 我确实不会心安 但你刚才骗了我五万 我很怀疑你的信誉 那你想怎么样 简单啊 想让我相信你 你把之前的五万退回来 啊